大家好 我是Mira 很久沒來拍這個開箱片 今天就要來開箱我最喜歡的食物之一 蟹糕醬 蟹糕醬其實我之前一直都是吃冷藏 就是在便利店裡就可以很容易買到的那種 但其實蟹糕醬也是有出罐頭的 因為最近經常在家上網買菜 就讓我發現原來也有這麼多不同的口味 香港也很像我可以買 但我不太確定在哪裡 所以今天就要來開箱了 現在在我眼前就有五款 它們全部都是不同的 首先這個就是最普通的蟹糕醬 然後這個就是辣味 藍色這個就增加少少的蟹肉放進去 所以它是蟹肉加蟹糕 綠色這個就是唇蟹肉 85%都是蟹肉 最後黑色這個 真厲害 所以它是龍蝦 它有53%裡面都是龍蝦 配搭它們的食物 其實可以有很多款 但因為我想吃到它們的原味 所以最基本就是要有白飯 和可以增加風味的紫菜 紫菜我還覺得買了Ryan 好可愛 想不到Ryan會跟他們Crossover出紫菜 好 現在就要登記這個飯 先試試看 它裡面又配上匙羹 挺好 它這個因為沒有混合任何蟹糕 所以它是粉紅色的蟹肉 好漂亮 好期待這個龍蝦 龍蝦是這樣醉心吃 其實它的罐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只看那個罐 你應該是分不到哪個打哪個 所以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買來吃的話 最好不要混亂 顏色上也有一點點分別 Original蟹糕 它是最乾最硬 然後辣味這個也是差不多 混合了蟹肉這個也好 就是差不多 然後最濕潤的是這個龍蝦 它是超軟 好 首先試試這個 就這樣Original的蟹糕醬 它是偏硬身 而且真的沒有什麼水分 記不記得當初那個 GS25的蟹糕醬 是超級受歡迎 你怎麼找都找不到 但是到後期那個潮流已經退了 所以很容易可以在GS25那裡找到 我偶爾都會買來吃 但是已經沒有當初的驚喜 而且之後它是出一個 Fruigente的得知鎮 但是比起之前出的版本 我是覺得沒那麼好吃 所以我就沒什麼怎麼吃 距離現在應該也有隔了 我猜我有整年沒吃過得知鎮 好 我買了 但它聞下去 那個香味不會完全是這樣 撲鼻 它是很隱隱的一種 海鮮味 吃下去 它呢 我覺得跟之前的蟹糕醬 蠻有分別 因為之前的蟹糕醬 它是會有一種 蟹柳味 還有沙律醬味 但這個呢 你會覺得 比較真材實料 吃得多的話 其實 鹹的 小小小小這樣吃 其實蠻好吃的 很鮮 不是假的味道 但因為如果你這樣吃 都是鹹的 所以 是一定要配白飯 哈哈哈哈 但我蠻喜歡它 那個蟹呢 是真的 飯小偷 嗯 Oh my God 我覺得那個飯很好吃 我覺得得知鎮 不是一個可以單吃的東西 它一定需要配合一些 其他的食品來輔助 才可以突出它的鮮味 加了飯呢 你會覺得整個味豐富很多 你會覺得 哇 簡直是 好 鹽州試這個辣味 看看有什麼分別 它的顏色是深一點 但濕潤度是差不多 哇 真的 真的辣的 但是它這個辣呢 是韓國那種清洋辣椒的 那種清爽的辣 而不是麻痺的辣 我個人喜歡辣的多些 多個層次感 你會覺得呢 沒那麼膩 但它辣的程度是 辣的生辣麵 0.5至1倍 我覺得 這個時候我要開 紫菜來送它 非常不錯 我覺得兩個都有驚喜 吃醬油蟹醬油蝦 所有的海鮮 我覺得真的不可以少了紫菜 嗯 非常好吃 但那種有一點可惜的是 如果它是冷的蟹膏醬 會更加好吃 可能呢 會有人還沒吃過蟹膏醬 我輕輕形容一下它的口感 就是它有一點像 蟹的蟹 如果大家有吃過生蟹 就會知道我形容的是 什麼的味道 那下一個呢 就是有混合了蟹肉的 那它有65%的蟹肉 33.5%的蟹膏 我就好像見過 香港有買藍色這一隻 但我覺得這隻的顏色 沒有那麼討好 它是 灰色一點 但你會看到 中間是有些 紅紅的蟹肉 看到嗎 但我覺得這個的味道 應該會 假一點 我所謂的假味就是 不是純蟹膏的那個味道 因為它有混合了蟹肉 我聞下去 現在覺得有一股蟹漏味 多了少少甜味 之前蟹膏醬 你這樣吃下去 它就會溶 你不用咬 但這個呢 因為它有少少蟹肉 所以 你又需要咬 我本來以為這個 這個呢 會跟GS25那個蟹膏醬 味道差不多 但 都幾大分別 因為GS25那個蟹膏醬 是有一股蟹柳 和沙律醬味 但這個就沒有 這個你很明顯吃到 真的蟹肉 它味道上 沒有剛才那兩隻那麼鹹 但我個人會喜歡 沒有蟹肉的多一點 沒錯它照顧到它的口感 但是 沒有了蟹膏的震撼力 吃下去有少少 兩頭不到胖 我覺得 然後就要來試這個 真正的蟹肉 它這個有85%的 好漂亮喔 它的顏色 聞下去 和之前的蟹膏醬的味道 是 差很遠 如果這樣比較的話 這個蟹肉簡直是沒有味 有一股清清的 海水味 不是臭的 是香的 吃下去超甜 蟹肉本身那麼甜嗎 如果這個蟹肉的話 我覺得可以用來 蟹肉炒蛋 香港不是有時候會做 蟹肉羹 Exalli可以用這個蟹肉 我覺得是非常之適合 相對起來 它是完全是 走清新路線 吃完之後你會覺得是 很清爽 有少好奇 如果將這個蟹肉加蟹膏醬 會是如何呢 會不會出了這個藍色 嘗嘗 嘗嘗 是 是 但我覺得可能是比例上的問題 我自己這樣超好吃 過藍色的這個罐 好 最後 也是我最期待的 龍蝦 聞下去它的香氣 沒有蟹那麼重 好 非常之期待 它這個是53%是龍蝦 然後35%是紅蟹 好甜喔 第一次吃下去 咦 怎麼形容呢 其實第一 我沒有吃過龍蝦膏 但這個因為它不是純龍蝦膏 它是加了少許紅蟹 所以 味道是很甜的 我覺得純蟹的會好吃 因為現在這個又是有少許 將它的味道混合起來 你會覺得 又不龍蝦又不蟹的感覺 你會很明顯知道你在吃 加了一些不同的蟹膏 但我覺得吃下去 它的腥味是最少的 因為我本來是吃腥的人 所以五樣東西我也不覺得腥 但如果可能對腥味比較敏感的朋友 這個會是最不腥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要入手試的話 龍蝦這個 那個接受度會是最高的 對 但我個人來說 我就喜歡 煮蟹膏醬多一點 辣的那個 好 那我的結論呢 就是這樣 這個辣味 是我最喜歡的 而第二個 我就會選擇蟹肉 因為它的蟹肉那個 清新清甜感色 有一點令我覺得很驚訝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放進任何的料理 都會好吃 只要你是喜歡吃蟹的話 這個原味是好吃的 但因為它沒有我相中的驚喜 而且因為辣味這個 真的 那個味道是突出很多 所以它就排第三 而這個蟹肉蟹膏醬 因為我覺得它把蟹膏的幸福感 分散了 所以我個人不太喜歡 但如果是 喜歡有一點咬口的朋友 不喜歡吃那麼濃的朋友 是可以選擇這個藍色 而最後這個龍蝦 也是我本身最期待的 這個龍蝦膏醬 我真的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 覺得它把龍蝦和蟹膏的味道 混合在一起 它味道有點曖昧 我覺得吃下去是OK 但我不覺得它特別好吃 其實這些蟹膏醬 除了像我這樣 可以配白飯 配紫菜食之外 其實它也有推薦一些吃法 譬如你可以炒飯 放進洋蟹膏 做韓國的一些湯 你可以放蟹膏醬 它那個鮮味就會更加出來 所以你可以應用任何方法 譬如你可以放三文治 或者可能你煮蟹粥的時候 你也可以放蟹膏下去 都會非常之好吃 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來韓國買一兩盒嘗 好了 那九個箱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來支持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Bye